朽木不可雕,职业球员反面亮板,曾经的八神肥到200斤成这样,上周的欧洲国家联赛,意大利1比1占平波兰,全队表现失望,部分球员被拿下了,包括主力前锋巴洛特利,随后,意大利做客0比1输给葡萄牙的比赛中,巴洛特利连大名单都没进,这就极其不寻常了, 因为巴洛特利是现意大利主帅曼奇尼当年一手提拔的,对他有特别的感情,即使巴洛特利在曼城期间,与曼奇尼发生过肢体冲突,当众打了起来,可是连最早的恩师曼奇尼都系用巴洛特利,只能说明一点,朽木不可雕,烂尼实在扶不上墙,但恩师总要维护猎徒的面子,外头早有传闻说,巴洛特利缺炼,身体发福, 超重厉害,记者向曼奇尼求证,曼奇尼回了一句,他超重了大概,八九克吧,但对报说,赛季出巴洛特利回归尼斯俱乐部时,真实的体重,已经超过了100公斤,200斤,根据他的身高1.89米,他的理想体重,应该在88公斤左右,超重如此厉害,只说明一件事,下季休假时,巴洛特利没管住自己, 胡吃海塞,职业球员这一行,几天不练,几天暴影暴食,身体很快就膨胀了,直到拔甲首轮,尼斯对里昂,巴洛特利体重还是没减下来,还是超了6公斤,从意大利队返回俱乐部后,本轮拔甲尼斯对雷恩,巴洛特利也没进入大名单,巴洛特利,对外界的传闻当然很愤怒, 所以他特地在网上辟了一张图,这是我刚发的自拍,这当然是反等,但他改变不了一个事实,巴洛特利确实被国家队俱乐部同时放弃了, 这张图原来是巴洛特利的成名之战,2012欧洲非半决赛伊德之战,巴洛特利没开二度,特别是轰入第二球后,脱去球衣精弛的造型,风靡一时,而他如今变成这个样子,令人不胜唏嘘,巴洛特利不是头一次有体重问题, 2015-16赛季他租界回米兰,当时的米兰主帅米哈伊洛维奇,一眼就看出巴洛特利超重,第一件事情就要求他劫持,而超重乃职业球员大计,球员下肢要支撑更多,肌肉也失去灵活性,更加容易受伤,那一年巴洛特利在米兰受伤,动手术确诊长达三个月,不是偶然的,人们一直觉得巴洛特利这样的天才, 就算看上去神一点,天性是好的,所以他只要稍有表现,立马就有人吹捧巴洛特利长大了,成熟了,这两年已经完全没有大俱乐部要他了,他只能混迹尼斯这样的法甲中游,刚去的时候有点表现,立马又被吹成熟长大,结果过不了多久,固态富蒙,真相就是,巴洛特利从来没成熟过,他一直是那个脑残忍性的巴神, 从来没变过,自始至终,巴洛特利都是一个职业球员的反昧样板,一个有点天赋,但不知自爱,自暴自弃的典型。